香港豪门多,自然名媛千金也多,不过大多数名媛都是靠活在父辈们的光环下,到鲜少有人能够像何超穷那般,从名媛千金逆袭成为家族的掌权人。 对此,有人曾无不厌信地说,何超穷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,他几乎包揽了上帝所能赠亏一个人的全部好处,相貌家庭事业金钱,他都应有尽有。 确实,有一个堪称传奇的父亲,何超穷一出生,便已经站在了平常人奋斗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度,如此幸运的他,唯一无法做到的恐怕就是与深爱的人在一起了。 当时他和娱乐圈中的许多明星都成为了好朋友,但要说到关系最好的却只有陈百强,当时陈百强可是儒雅帅气的超级歌星,连何超穷都是他的小迷妹。 两个人相识以后,陈百强邀请了何超穷出远级的MV《深爱着你》,饰演了女主。 当时的他们经常成双入队的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,郎才女貌的搭配,看起来相当养眼。 在其中一张照片中,就可以看到当时陈百强当众将头靠在了何超穷的箱间上,何超穷呢,下意识的反应也是很真实,他不但没有躲开,反而还露出了甜蜜的笑容,那眼中的情感呀是藏不住的呢。 不得不说,这对才子佳人看起来真是太般配了,但当媒体追问他们是否在谈恋爱的时候,彼此却只能够以好朋友相称,没有承认过恋情。 有一次陈百强有一只很喜欢的金表丢了,何超穷呢,马上找人重新定制了一只,一模一样的送给他。 被媒体问到的时候,都只对外说,是不可多得的朋友。 不过呢,就在香港娱乐圈都在新照不宣这对金桶玉女的时候,赌王并不看好陈百强。 陈家虽然拥有轻易家产,但在赌王面前根本不值一帖。 再加上何超穷是何鸿燊培养的接班人,他的婚姻必然是家族的助力。 因此在1991年,何超穷听从了父亲的安排,带着十亿嫁妆嫁给了徐金亨。 而陈百强在何超穷结婚的第二年不幸去世。 据说,在陈百强的葬礼上,何超穷不顾已婚身份,坚持为陈百强复林。 此后呢,徐金亨忙着烈焰,与陈法荣、李嘉欣都传出了绯闻。 而何超穷一心扑在事业上,夫妻两貌和审礼。 2008年宣布离婚,但外界都为何超穷抱不平。 因为李嘉欣不仅插足了他与徐金亨的婚姻,还插足了刘鸾雄的婚姻。 李嘉欣以为两个人离婚,自己才是最大的赢家,其实人家丝毫不在乎,跟一个不相爱的人走到一起是很痛苦的。 李嘉欣的出现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。 何超穷直到现在都没有选择一个良人,他与李嘉欣之间呢从来都没有较量。 何超穷不怪李嘉欣插足了他的婚姻,反倒是李嘉欣这么多年了,还在结何超穷的伤疤。 谁都知道他的软肋无法施成把墙。 在赌王确实没有多久,李嘉欣就在社交平台上,不忘消费何超穷。 一高中至今唯一的偶像陈拜强,还晒上与陈拜强的合影,何尝不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呢? 而何超穷与李嘉欣的差距很大,人家的大度与包容始终是李嘉欣无法脾气的。 对此你怎么看呢? We Chặlt We We Chå We Chào